保持与保忍 同一个保字 宗门的禅宗讲的 信心不易 为之保 宝是保持的意思 念念不舍 念阿弥陀佛 如果信心不易 就是信心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要念多久呢 跟诸位说一天一心 为什么 你的一心 你念阿弥陀佛里头 有缠杂念在里头 把你的一心破坏了 一会想起这个 一会想起那个 那怎么行呢 随意念佛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都舍六根 尽念相及 都舍六根 是戒 尽念相及 是顶 六根舍不住 你一心就得不到 为什么呢 行 潘远外面境界 这个境界 所谓是财色名识水 五欲 五欲 七千 你一不开这些 这些东西 破坏了你念佛的功夫 也就是说 破坏了你的清净心 平等心 这些 为什么念佛 念佛就是想得 清净平等就 把烦恼吸气 统统给念掉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取而代之 一一念 对之一切杂念 这是念佛的原理 原则 你不能不同 如果念佛里头 还有架杂 还有怀疑 那怎么会成就呢 你念的再多 都叫白念了 如果这种烦恼很重 你自己清楚 确确实实 念佛的时候 念上个一分钟 里面就有杂念 杂结去了 怎么办 听经 原因是什么呢 你对于经教了解 不够透彻 经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四十真相 真相明白之后 你自然会发现 你自然会发现 怎么办